吉安相公所首次发送儿童节礼金 并请每位小朋友思考如何运用这200元 吉安国小有三位小朋友决定要把钱捐出来 帮助地震受灾户及家福、创世、人安等机构 虽然金额只有一点点 但是充分地感受到孩子们的友爱以及品德教育的成效 吉安相公所首次发送儿童节礼金 并请每位小朋友思考如何运用这200块钱 吉安国小有三位小朋友决定要把钱捐出来 帮助地震受灾户 还有家福、创世、人安等机构 你为什么到湘公所来? 你今天来干什么? 捐东西 你是捐了什么? 植物人跟流浪汉 真的哦?那这个钱是从哪来的? 儿童节礼金来的 真的?还有你的红包吗? 有 那你觉得为什么愿意把钱捐出来? 突然很想捐 那你这样把钱捐出去的 你心里会很开心吗? 很开心哦 你有没有跟我们家姐姐一样很爱钱? 有哦 啊你平常的钱都存在哪里? 妈妈帮我存在邮局 哦真的哦 那你今天怎么会把你这个钱拿出来捐呢? 我想捐 想捐这样子哦 100块会不会舍不得? 不会哦 那妈妈有没有吓一跳? 妈妈看到你要捐钱有没有吓一跳? 有哦 她们说你很棒 真的哦 好谢谢 看到孩子们的善心 吉安香港游书真十分欣慰 也希望可以从小培养关怀助人的善念 让社会更加温馨 小小孩子创造大大的爱心跟未来 看着他们把今年吉安香港所发放的儿童节礼金 用到最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个成果上面 其实心里非常欣喜 而且也看到了国家未来动良的一个爱心跟未来 那尤其这次儿童节面临了强症的侵袭 所以我们的小小孩也把他捐到强症受灾的家户里面 甚至于是流浪汉跟我们的这些植物人多元的一个救助的单位 谢谢我们的小朋友拥有的爱心 但是也带来了社会上正能量的成长能力 我们为孩子加油 除了捐出儿童节礼金 还有小朋友把自己的红包钱也捐出来了 虽然捐的钱只有几百块钱 但是都是孩子们的善心 各个机构也特别致政感谢状 谢谢来自学童的善心 这旅会节安相报道